10 個已經上馬的基建全部超支 100%計錯數 總超支達到994.9億 政府為了令中港關係更緊密 調了三項基建連接大陸 第一樣大家一定會想起的 就是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造價650億已經超支了65億 港珠澳大橋造價559億超支了139億 連唐至香園圍口岸和相關工程更加厲害 造價180億超支達到174億接近一倍 之後一系列的鐵路線亦不斷超支 港鐵沙中線、西港島線、南港島線 加起來造價1076億 合共又超支了100億 另外還有西九龍文化區 當初造價是216億 又超支了140億 加上屯門至赤立角連接段 中環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段 還有啟德區域工冷系統 十大基建就超支了994.9億 994.9億可以做到些甚麼 起碼都夠才爺派堂2.9次 如果像上次那樣 合資格人士人人收6000元 即是說現在人人最少有17000元 香港基建工程頻頻爆煲 西港文化區又爆 高鐵香港段又爆 沙中線亦都是爆爆爆 原來10個基建項目 還開始加上超過三成 洗多了近1000億 夠才爺連續三年派堂 在地盤擔任釘板工人的中環蘇 一年前在高鐵地盤開工 他說試過因為鋼材物料問題 被迫停工兩個星期 覺得監管操縮是工程嚴重超支的主因 如果你說有甚麼方法可以避免 其實最主要就是我們的香港特區政府 真的 他是僱主 他很多東西 如果他真的想維持基建 不超支的話 其實他加從監管那裏 我相信惡化的程度不會這麼嚴重 基建超時超支嚴重 政府低估工程難度是重要關鍵 更嚴峻的是 承建商按照合約條款去做申索 隨時侵折公帑的黑洞 就像高鐵一樣 現在已經累積了750多宗申索 而當中涉及的金額已經超過161億 所有工程都有改變 就是有索償 但你永遠記住 全新的工程 索償部分就被人索償資金 大件事是索償部分 就不會反映在 增加預算開支的部分 因為索償的過程 可能是在工程中 軟質3、4年 長質5年都可以 當分機場的索償 都已經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7、8年了 他現在發現了幾個難度 如果他做完工程之後 還會這麼急 索償的比例一定要高